又到一年一度萬聖節 不少人都會扮鬼扮馬應節 坊間亦有不少小店出售血腥和鬼怪造型的飲品和食品 但我們就發現大部份飲品和食品預先包裝 但都沒有列出食物標籤 凡法之餘,還連吃了什麼落土都不知道 有店舖出售聲稱由美國入口的骷髏骨造型葡萄糖水 順便沒有展示食物標籤 職員都說最好就不要喝了 而最受歡迎的書血袋造型果汁 亦沒有按法例規定貼上食物標籤 店主還聲稱是自己做的 而在網上亦都有人售賣輸血包造型的啫喱 還含酒精成份 但同樣都沒有貼上食物標籤 食環署就說根據法例 除非獲得豁免 否則所有預先包裝的食品 都需要加上標記或標籤 違反規例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罰款5萬和監禁6個月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就說 市民如果買沒有食品標籤 或生產商名稱的食品 出事的話隨時投訴網門 提醒賣方有責任 但市民都要保障自己 ONTV東網電視新聞太不得